在文革的时候,像我们其实对图书馆啊,觉得在图书馆看书特别麻烦,因为这么多书,然后那个时候有没有计算机,就是检索那个卡片,你检索卡片,检索半天,最后有没有计算机,就是检索卡片。 最后给他卡片,然后最后进书库,你又不能进书库的,只能让你通过那个初纳来给你找,找来的书完全和你想要的完全不一样,所以就觉得很麻烦找一点书,所以就是,其实我是很少那个,去图书馆用那个卡片这样的去找书,只是图书馆的概念只是最早我母亲她们是图书馆学系的资料室,我在那里头待的时间特别多, 所以呢,就是那个时候也不是靠借书的方式来的,都是,就是反正她过关在越南市,我就在他们越南市,就是随手就翻这个书,是吧,翻完了有意思看一看,没意思就放回,然后随时就可以拿一本书看, 然后特别喜欢这种感觉,这种感觉呢,就是它和书有一种特别直接的关系,最后我发现我跟书的这个关系,其实主要不是文字上的关系,不是说这本书我拿了以后,从头文字读到尾, 我在这个,我从书上获得很多的感觉,和获得了很多的知识,或者说学到了很多东西,我跟书的关系其实都是这种,就身体上的,比如我就对这个装钉特别有兴趣,和这书的厚度,和它是怎么样装钉的,是西方的方法,还是什么中国的方法, 然后呢,这个书的这种,这种感觉,这种手感上翻动的这种感觉,包括它的字体,包括它的这种纸页和字体,和插图,这种和翻动之间这种感觉和关系,我对这个东西特别有兴趣,这也是因为,这也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图书馆学系吧,那资料史啊,大部分书都是跟出版,就书籍史, 什么字体,装钉的技术,书籍演变的什么这种历史有关系的,和印刷,什么活字,跟这些东西有关系的,所以我小的时候就看很多这种书,这种书呢,我发现对我后来的艺术的兴趣,其实有很多帮助。 但是我们入学以后已经是公牌招生了,我这届入学特别奇怪,你知道吧,就是,招我们的时候呢,是七六年,七六年招的,七六年招的时候,他那时候招生是那个什么的,是那个,不是说是统一考试的,他是看,比如说,学校的老师,就到各个地方去了解,哪还有好的年轻人,表现也好,然后也能画画的, 到报社呀,出版社呀,美术馆呀,文化馆去了解,最后我呢,后来就在美术馆改画,那年改画,改画后来,美术学院就到,市美展办公室去了解,了解他们就肯定推荐了我,说的,有这么年轻人表现特别好,是先进知识青年,然后他画的也不错,后来就,把名额分到延庆县,延庆县呢,然后,就才给我给招上来, 招到,招到那个学院这样,招我们的时候呢,是七六年,七六年呢,然后招完了以后,也考完试了,但是后来呢,我就等着那个通知书,一直等了半年,没收到,是因为这个当时这半年呢,中国那个什么,四人帮粉碎了,什么什么,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发生了,然后大学生又恢复高考, 后来那个学校呢,就,我后来就一直等着,这通知书怎么还没来,因为我成绩特别好,我觉得我应该有这个录取通知书,但是一直没来,过了半年一下, 后来我就到美术学院去看,怎么回事,最后美术学院就有很多大字报当时,那大字报呢,有一篇,有一篇大字报就是, 就是功能,上一届功能力学院他们写的,就是说要重新,应该把这些新功能力学院退回去,说不应该叫他们,应该重新找生,因为已经重新找生了, 后来我一看呢,有点凉了就,但是后来呢,美术学院经过讨论以后,就,就把我们作为七七级了, 就是说,因为都是一个一个招上来的,这些人也都表现不错,后来就把他们算七七级得了, 后来实际上美术学院没有七七级,入学以后呢,那这个整个的教学过程中呢, 他又有过去的工农兵学院的教学方法,比如开门办学,到农村去写生, 什么画的石膏都是工农兵的石膏像,就是那工人啊,戴着毛巾那些, 都是我们的老师做的,就是雕塑系的老师做的,然后农民,女民兵什么这呢,全这些, 后来呢,过了一段,就说可以画西方的石膏像了,就开始画什么布鲁德呀, 什么的,拉奥孔啊,什么的,什么大卫什么的,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, 就是说可以画人体模特了,就是他经历了这么一个变化, 就我们上学的期间。 画裸体是什么呢,是可能是,我觉得是七八年,七八年差不多,七八年, 因为第一批的裸体模特呢,是怎么招上来的呢, 其实是这个,在东北的很多知识青年,就是知识青年啊,这个,他要回城, 所以呢,每日现在招模特,他就有一份工作嘛,他就可以回城, 就是前一段,就是前一段那个北京晚报,北京晚报呢,过来一个电话, 说的他们健康呢,五十周年,五十周年,说的这里五十周年, 北京晚报做过什么贡献呢,为中央美食学院招人体模特发过一个小的广告, 那是第一次公开招人体模特,就是在报纸上发表了, 说的美术学院几个艺术院校,公益美院,美术学院,戏剧学院什么的, 共同招那个联合招人体模特,公开的,谁都可以报, 说你记得不记这事,我说我记得,因为当时我已经在美术学院教素描了, 我是负责素描课的,基础课的, 然后就把素描的老师集中起来,然后凭这个模特, 说谁够格,谁不够格,这样的,对, 然后一下午,一下午就看了那个好几百个人体, 当然都是穿着,女孩子就穿着,对,裤子, 然后呢,这上面是裸体的,男的呢,就是也是穿小裤子, 对,就这么着特斗,然后看了一下午, 然后就是,我是代表板画系的,还有油画系的,雕塑系的, 什么什么什么,最后呢,有分歧,到底谁要谁不要谁有分歧, 为什么有分歧,后来我发现学术的问题, 因为油画系的就比较注重色彩, 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的颜色是不一样的,你知道吧, 有些人的颜色都特丰富,冷啊,暖啊,血管啊,什么的, 这个雕塑系的呢,特别喜欢这个,像那个马约尔的这种, 特别健壮的,结构特别清楚的这样的人体, 板画系就喜欢瘦的,就是结构特别清楚, 骨骼啊,什么的啊,都是李华创导的, 就是这种素写的,要画素写,特别清楚的结构怎么回事, 就是研究结构的,对,不一样,特别好玩,你知道吧, 后来呢,其实就,后来一个朋友送给我一本禅学入门, 禅学入门,然后,我一看这书,我特别有感觉, 这书呢,我看了以后,我就觉得特别有收获, 这收获是因为,就是你自己生活中体会到的很多东西, 被他给说出来了,被他给说清楚了, 所以你就觉得特别的,那个有, 这书读的特别来劲,你知道吧, 而且呢,他,他这个语言特别美,你知道吧, 而且是,完全是这种东方的一种节奏, 就是他整个书的这种节奏,和他的语言的这种节奏, 和他那种,这种谈事情这种,这种方法和简洁的这种方式, 特别适合我们的,我的这生理节奏, 和你体会东西和获取知识的一种节奏,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特别,特别适合, 我就觉得特别适合东方人,你知道吧, 我后来就发现,我看不懂这些书是因为我不是西方人, 我是更像东方人的人,就是人种上,特别像东方人, 所以特别适合东方人写的东西这种节奏, 包括这种传统,包括东方的这种哲学, 包括东方的这种道德观等等,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我们学业里的, 它不是通过读书啊,通过什么东西获得的, 它是通过你父母说话的方式啊, 你父母交谈和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啊, 他们这种轻重,这种东西, 其实都影响到你的,影响到你这人对这个世界观, 影响到你这人对这个人的生活的态度,对吧,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获取中国知识和中国方式的一个渠道, 然后像这书呢,我就觉得特别好, 所以呢,你随时都可以打开一眼就可以读, 你根本不像西方这些好梦的解析, 你必须把一个概念搞清楚,再搞下一概念, 再搞下一概念,你随便打开一段, 你都不出什么东西, 因为它这些概念都是连在一起的, 你没有这种知识,你是不能读的, 但是中国这这这这这这这本书呢, 它就跟看中国卷轴画似的, 你随便看哪段都有一个小的景观在里头, 你都可以从这里获得很有很有味道的感觉, 其实后来我发现其实很多人啊, 一辈子其实对它有影响的书就这么几本, 嗯,对我开始其实有点, 对有点有点这种有点不清楚, 为什么我怎么那么多人那么有兴趣谈这哲学, 我怎么就,我怎么就好像进入不了, 或者说我怎么就没法从这里获得东西, 有时候我为了表示自己参与文化, 我也要跟他们去探讨这些东西, 但是其实都是一种形式上的, 你知道吧, 一种动作上的, 一种词汇上的一种, 这种东西, 但是事实上是和当时的文化热有关系, 因为当时就是后来是就是乱读书嘛, 读了很多就是读这些乱七八糟的书, 最后读了半天参加各种讨论, 你也觉得好像没什么意思, 而且自己又丢了很多东西, 就是你自己的很多本身的东西, 你反倒没有了, 而且搞不清楚了, 你知道吧, 就这些东西你反倒不清楚了, 后来我就对文字啊, 书籍啊, 和这文化讨论啊, 其实有点厌烦, 这种厌烦是因为你太饥饿, 然后你有机会吃的太多, 你就不舒服, 其实就跟这是有关系的, 后来我那会儿就, 其实就很想做一本自己的书, 来表达这种感受, 其实是, 所以就想到做天书这个书, 有了想法以后, 我还在研究生的期间呢, 所以我得把这些作品做完, 然后毕业以后呢, 我就开始就进入这种, 这个作品的准备阶段, 我当时有了想法以后, 其实我跟一些同学谈过, 就比较近的朋友谈过, 他们都觉得想法特别有意思, 可是呢, 他们并没有觉得我真的会去做, 你知道吧, 但是当我都刻了一大堆字出了以后, 最后他们觉得这曲名有病, 刻都不做这个东西, 首先这个书我要做得非常的认真, 这是我很清楚的一点, 就是必须把它做得非常的认真, 它的荒诞性就特强, 这书, 你认真, 它的荒诞性才强, 就是你的认真程度, 属于这个作品的艺术语言的一部分, 就跟那个画画的这个, 你的颜料调的好坏, 的这么重要一样的, 你不认真这个作品就没有力量, 因为它就是个玩笑, 但是你把这个玩笑, 好几年才做出来, 做得那么认真, 这个玩笑就是, 它的艺术的这种力度就出来了, 我就觉得这书要非常的认真, 和非常的像一本重要的书, 因为人家不明白这么漂亮的书, 不可能里头没内容, 你知道吧,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东西, 我很清楚, 再一个呢, 我要把它抽空内容, 就这个书里没有任何内容, 就是不给人任何的这种指向, 这时也是我比较清楚的一点, 包括我选择宋体字, 为什么选择宋体字, 是因为宋体字是没有风格的字体, 你用楷书, 楷书就是有风格的字体, 风格就是内容, 是吧, 而且宋体, 它是官体, 后来叫官体, 就是各种人民日报, 好像这些都是送体, 都是印刷体, 送体, 印刷出来的东西, 我必须要印出来, 是因为印出来的东西是, 属于这种, 要认真对待的, 对不对, 你光写出来就没有那么认, 没有, 大家就不会那么认真对待, 这个书实际上, 它的很多的细节, 包括每一个部分的处理, 其实都是动了很多很多脑子的, 包括它的版本, 是什么样的版本, 是什么样的风格, 到底这字啊, 这个每行, 多少行, 每一行多少字, 其实我都是在北大图书馆, 翻了很多很多, 善本书古, 翻了很多古书, 因为我希望这个书的, 每一个细节的处理, 都是有根据的, 我希望, 比如说版本学的人看了这书, 他也会认为这个书, 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书, 是什么样的 with, 我爱你身边的, 是的, 我爱你身边的, 我爱你身边的, 我爱你身边的,